哈喽 萌狗TV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七赖美云 这次我在《极限时期》中客串的角色是 一个自闭症康复中心的老师 平安 早饭不吃 午饭也不打算吃了 不吃饭都没力气的 要不这样 你吃一口 吃完我陪你看画册 好不好 整个剧组的氛围非常好玩 前两次来拍的时候 是超越她也有自己的事 还没有跟她搭上戏 然后今天是我们终于能够在戏中 她小娜还要和我小雨 我们终于搭上戏了 其实我还挺紧张 我怕我看到她 我会有点出戏 我会笑场 一见面然后她叫我 都不是叫我小雨 她都是直接叫我小七的 我一见面我就叫她小娜 因为我比较入戏 我是觉得现在作为组合成员来说 重心应该还是更多会在作品和舞台上面 但是这一次拍戏的经验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以后也是希望能够多多尝试 以前就只是单纯的 就是我要疯狂地练习 疯狂地练习 疯狂地练习 然后现在想想 其实当年应该除了练习之外 应该更多地去享受一下 就是18岁的那个青春啊 应该再花多点时间和班里同学 去享受一下 就是当时被考的那种紧张感的 就是刚刚好就很凑巧是我在今天拍摄前一天 然后我急性肠胃炎了 然后那天就是刚好是飞过来在机场的时候 粉丝也发现我身体不舒服 然后他们自己就串通好到厦门街机的粉丝 又给我准备了那个退烧贴啊 然后也准备了那个药啊什么的 就跟剧组有关的真相大脸 就是我之前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喜欢拍戏 极限时期与你同行 芒果TV会员抢先看哟